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個玩家 他叫做ADY 這個人超級無敵扯的 常年韓服都是前史 這個路人王 而且與眾不同的是他不是 玩什麼操作啊 像宙世那種的 他都是玩這種奇奇怪怪的英雄走上路 加里歐 悲哀 反正你只要想到的 可以當工具人的角色他都可以把他變成上路 然後從來不帶閃現 其實我已經看他看很久了 我那時候在跑韓服我就想說 玩這種小啊角色 然後可以上大分 那也是有看了許多他的回放啦 我們今天直接來試看看 他這個套路屌不屌 反正簡單來說這個套路的核心 就是一隻大小團 跑線 耳心下路 看一下他怎麼應對 這種時候 現在學一下他的兌線 向外衝擊拉走 向外衝擊也是他很愛戴的一個符文 好這邊反手 欸他對線其實也很強欸 還是加里歐太做壞 點後拉扯 還在等打野 好猛喔 哇擦 哇擦 學起來了 幫朋友宣傳一下 他是做組裝電腦的 如果你們覺得電腦太卡 想要換一台打肉特效全開 又可以開直播的主機 可以聯繫這個官方LINE 保證比外面的店家都便宜 因為是直接跟廠商拿貨 都是全新有保固的 像這個套餐 你在估價網站估的話 最便宜也要1.6萬 這個價差都可以再多換一個鍵盤 加上現在活動期間購買 還有折扣 CP值還不錯 想要換電腦的觀眾可以考慮一下 OK啦我們直接掛在這邊 ADY本人 直接掩飾 我擦喔 這納米怎麼沒有點水球 我就不走啊 反正這遊戲不需要上路的 我把下路打穿就好 露露沒閃 繼續蹲 差不多囉 鬼不開啟 哇操 開通了 我虧一點經驗而已 整體還是很賺的 我這波線控住 蓋倫該如何應對呢 我有大招的 OK 舒服 舒服 誰支援啊 鬼不開啟 我操 無情追擊啊 這支援速度 幹 鬼不好像比閃線有用欸 完了 聊天室的團排又要3分了 很煩 鬼不好爽啊 鬼不好爽啊 你們知道我一開始幫下路拿個手殺 影響多大嗎 給你們5秒鐘時間思考 首先對面掏出 露露 露露加老鼠這個沒有位移的組合 我就直接果斷選下卡蜜兒 露露 一開始被我打了個殘線 還有治癒 那代表他們下路線永遠就是退不出去嘛 他只要一推出去 可能就會被帶來抓 所以我們的凱特琳會一直處於在壓線摩塔皮的 狀況 下路就直接舒舒服服 度過對線期 不要是有點老的下路 這種天護開局 不許不可能輸的啦 你再輸的話你直接放退都不過分的 什麼事都不用幹 直接躺分 脫圖 我又來噁心下路囉 不是啊 我介紹怎麼那麼卡啊 我介紹真的很卡 不過下路又被我們帶飛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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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先選卡商帝,我直接掏出龐盒P 先把上路壓爛,壓完我們再輻射下路 製造ヒント 第二次balidad套餐 搖擺支撐 第一次抖ON 2 3 4 4 6 7 11 難怪一地外都要選這種角色的 這種角色打小團真的有夠強的 卡蜜爾 潘森 加里歐 悲哀 塔里克 恐怖阿 這個人 這個人思想太恐怖了 這就是鬼步 五連勝